Yo,大家好,我是阿鸣 欢迎收看建筑八卦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向来给人一种霸气外露 不怒自威的气质 前些日子,乌克兰建筑设计师Roman Veloso 在他的Instagram上发布了名为 Potenhouse or Story about what his villa might look like 的设计概念方案,一时成为了焦点 特别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这个设计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方案呢? 这个设计又凭什么能代表普京? 今天就让我们来巴一巴这设计背后的故事 首先,Roman Veloso是谁? 你可能没有听过 但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 相信看过3D建模教程视频的朋友 对这个作品应该不陌生 这正是他在2019年释出的Concept 709 混凝土与玻璃的搭配 浮夸的尺度 简约的流线造型等等 带有一点点的初野主义 俄罗斯先锋派 以及未来主义的味道 也是一释出就震惊了全网 从而成为许多3D建模教程的范例 那么言归正传 正所谓刨钉解牛 笔截者有闲 而刀刃者无后 以无后入有闲 那么我们就先从发布的信息切入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他发布的日期 显示的是2021年1月25号 有意思的是 普京宫殿史上最大的贿赂 这个纪录片呢 是在1月19号在油管释出的 而连带引发的普京示威运动 始于1月23号 这个前后仅相差不到一周 有没有可能这个作品是在反奉普京宫呢?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项目的地点 Roman把它设定在索契 这个位于黑海东边的城市 东暖夏凉 是俄罗斯知名的度假与疗养圣地 所以把别墅地点设定在这个地方 貌似还挺合理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对普京宫的反奉的combo连击 那我们再从设计来切入 关于普京的别墅 只提到他840米的夸张高度 远离被众人注视的压力 隐蔽的电梯 多以直升机还有飞机来抵达等等的信息 一种奢华俯瞰众生的大地之姿 好像又是在反奉普京宫 但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让我们暂且先把这个猜测放在一旁 来看看Roman曾经发布的其他设计方案 比如说这个Concept 797 或是这个Concept 577 Concept 399 还有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些项目 都有如莱特草原风格的水平延展空间 还有屋檐 架高脱离地面 屋顶停机坪等与世隔绝的效果 似乎和普京别墅的设计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有一则的留言引起了阿明的注意 就是奥地利设计师Chris Pratt 向作者提问 然而 有意思的是 作者并没有做出任何直接的回应 反而是在这则留言的底下 许多像阿明一样的路人 纷纷地跳出来揣测设计的意图 有的呢 趁势诋毁普京 有的则一本正经地从设计切入的研究 当然也有人带着政治的味道在发表意见 那么结合前面探讨的这些 阿明有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 是从设计层面来看 或许啊 许多的设计手法 有炒冷饭的嫌疑 但正所谓 我自己操我自己 相比网络上那些秤热度的搬运工 至少Roman呢 发表的内容都还是自己的创作 当然也可以视为 他对未来设计的钻研与打磨 而恰好 普京这个大热度的标签刚好出现了 那我不秤白不秤嘛 还能增加自己的一些曝光度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从社会层面来看 对于其他领域的朋友而言 他们可能是从自责贴文里 第一次看到这类设计概念的作品 那在他们的视角与脑海中被置入的 就是这个作品所带来的视觉与空间的震撼 从而让他们愿意找他来做设计 也就是他挖掘潜在客户的一种手段 相信当过乙方的朋友都能够感同身受 有时候甲方在乎的 不一定是你的设计理念 而是能吸引他们眼球的绚丽效果图 还有一句激动人心的标语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 阿明认为 在信息快速传播的这个时代 能成功引起大众的回应还有议论的 也不实为一个好的设计嘛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先这样啦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继续巴一巴 拜拜